台中道路烫平破500条 数字还在持续累计 市府中央投入数十亿 市民满意度因此提升到七成 不过要烫出好路 背后的城市英雄功不可没 他们牺牲睡眠 进行夜间铺路 减少封路的困扰 每条路孔盖地下化六成以上 还得克服与管线单位协调 才能够完成超级任务 凌晨12点 道路烫平工程 挑灯夜站 在建设局通诊 及施工团队的新手合作下 也不影响交通为前提 牺牲了睡眠跟家诊的共处时间 两年多 为台中市完成568条的道路烫平 为台中铺出一条条的幸福好路 还有我们各区队的队长们 大家日以继夜 尤其为了烫平 让市民朋友白天 可以顺利的上班通勤通学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上大夜班 都是上大夜班 因为必须利用三更半夜加紧施工 烫平道路 第二天才能够让市民朋友一大早能够通行 这间它在市线 在温度 在各方面时间的一个竞争之下 其实它要维持高的品质 必须要很好的管制管理 所以我们从源头管理到现地的施工 积聚的要求 到早上恢复让大家通行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 已经有很好的SOP 希望延长道路的平整寿命 施工前置作业相当繁杂 像是老旧管线退换 建案管线的协调 排水沟设置齐平等工作 并且以再生力气来铺设底层 以及12米以上道路底层 而每条路孔盖地下化 更是必须要达到六成以上 要完成这项超级任务 就得要克服重重难关 除了管线的整合 那减少挖掘之外 那老旧的泰管之外 我们积极的跟地方民意 我们来办说明会 跟他们做工厅会 我们孔盖压力至少都六成 假设这边有100颗 那我们至少这样下了60颗 至少 那所以这样子大幅的减少 底下的孔盖 我想道路的使用跟平整度 民众会大大的有感 市长卢寿健给新次颁奖 肯定团队的付出牺牲 市民的满意度 也因此获得了实质回馈 提升到七成 这群夜间的城市英雄 让台中的道路更好行 这人家话台中才碰到